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方聖人 然後這集我就要為各位觀眾朋友們的講解 再來就是說,我就說這個世界上很多人他們都在說什麼東方聖人 你看到,這個人喔,就是說一定要這個睡覺 如果說這個人不去睡覺的話,那就是人的一個天性這樣子 我說其實,這集我就來跟大家講解 我說沒有錯啊,我說這個睡覺就是人的天性啊 那人的這個七情六欲啊,人的這個慾望,這些東西都人的這個天性啊 所以我說你看到,就是說你要因為說這個人的天性 然後就不去改變,然後不去修行啦 那我就再來,我說你看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都有這樣的一個邪見,然後犯著愚蠢,他們可能就會說什麼 不過什麼時候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說,我要來跟大家講解 就是很多人不去修行,那我說你們有沒有想到說 你看到你們的這個家人喔,我說你們到底愛不愛你們自己的家人這樣子 我說其實我們修行時間算說要有出離心喔 那我們這個出離心的話,也是會這個就是說有所感覺的話才會這個出離心嘛 那我說你看到,如果像野蠢人,他們一直不斷放逸啊,然後不去這個修行時間啦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說你們自己的這個家人啊,你們的阿公阿嬤是不是很老這樣子 那我說,你是真的有在乎關心他們嗎? 還是說你根本就沒有在乎關心他們這樣子 我說同樣的,我說每個人就像是說,像這野蠢人有這樣的一個邪見想法 就是說你一直跟我們講說呢,我們要有這個明確的目標 那有的人可能就對自己的小孩說什麼 小孩啊,你不要擔心說你以後這個目標這樣子喔 那你不用擔心你以後的目標,為什麼呢? 你看到,你怎麼要去這個要求一個十四歲的小孩 就要去這個馬上的知道說他未來的這個目標 然後呢,他說像這個有的這個人喔,這個四十歲,三四十歲的人喔 都不一定能夠了解說,不一定知道說自己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那何況去要求小孩,那我這樣的話也是邪見啦,什麼意思就在說 說你的意思是說呢,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小孩然後不是大人嗎? 所以說很多人都說,這就是事實啦,我說其實喔 這個事實,或是說你說這個人的天性喔,我說這些東西都非常邪見的這樣子 我說其實喔,人都是可以改變啦,那我說你要去這個顛倒是非呢 那把這個問題都怪罪到別人的身上,那我說這樣的話是非常愚蠢的 所以你看到,因為這個人的這個天性喔,就是這個無名啊,愚痴愚蠢不好的 所以說你看到,如果你能夠察覺到說,我們人的這個天性喔,是愚痴愚蠢不好的 這個沒有智慧的話,這個無智喔,這個沒有智商的一個東西的話 那你才會去這個經濟休閒時間嘛,我們才要去這個經濟休閒時間 然後才能夠有所智慧嘛,所以說這些東西都是能夠克服的 那這集就講到這邊,各位觀眾朋友們大拜拜 整集會在這裏logan Potgame 所以我就 lider了一年的版國 然後給到花火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